全省县级机构改革动员大会 1月3号在沈阳召开 会议强调 要充分认识县级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县级机构改革的目标要求 调整优化好县级党政机构和职能 确保党委职能部门和政府主要工作部门 总体上与中央基本对应 做到上下贯通执行有力 要围绕生态环保脱贫攻坚等中心工作 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因地质疑设置机构 切实把该管的事情管起来 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确保基层的事情有机构管有人办 要加大队职能相近联系紧密机构的 统筹设置和整合力度 进一步明确职责理顺关系 确保县级机构改革高质量高效率如期完成